我国今年工作场所致命事故频发 头10个月就有40人死于工伤事故 超越去年全年的死亡人数 工作场所安全再次引发关注 那越来越多的建筑商也开始转向创新科技 希望找出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又能保障工人安全的方案 是的 借助视频智能分析技术 探测可能的危险情况 提醒工人提高警惕 这样的科技需求同去年相比 更是猛增了两倍 今天的科技点通随着记者李仪化 实地走访工地看看不同的科技方案 如何加强是否能够成为工人的救星 盛陶沙地标与尾施拆除后 建筑商紧锣密鼓地展开新旅游景点 盛陶沙新之音的建设工作 横跨400米的新景点 包含五个感官展区 部分工程涉及巨型钢铁结构的安装 为这个规模浩大复杂的工程增添难度 建筑商一年前借助结合扩增和虚拟实镜的 混合实镜技术打造建筑信息模型 工人扫描二维码就能通过平板电脑 将虚拟建筑模型结合工地现场景观 从而了解工程进度和掌握下来的施工步骤 建筑商也能借助这类数码孪生科技系统 更好的规划安全围栏等设备的位置 数码孪生科技公司透露 冠病疫情危机成就了新机遇 过去三年业绩逐年倍增 越来越多区域的建筑商开始采纳方案 不过要在本地将以推动 除了科技的成熟度 成本也是一大考量 要采纳这类数码孪生技术 费用从一万多元起 说到底还是一个成本的考量 所以我们这边也是跟其他的政府机构 这边开始下堂 包括这个ESG 可能我们会把这个解决方案 就是去申请一些 这些叫做政府的津贴补助 就是让政府来牵头 跟这个IMD这边会有深度的一些合作 来推广不同的一些企业 或者是这种牵头的这些 这些大型的这些承建商来进行对接 另外目前有大约10到15家建筑商 在工地使用这套视频智能分析系统 研发公司透露 尽管无法完全杜绝意外的发生 但却发现工人在摄像头下施工时 更加小心谨慎 不过科技方案要如何有效降低工商意外 各方都必须从根本了解背后的缘由 新加坡建筑商工会透露 工地事故增加往往综合多个原因 包括个人疏失 工地规划不当 安全措施不足等 建筑商必须多管齐下着手应对 当中包括借助科技 降低对人力依赖 同时提高工地安全水平 它们更加 common 比较多公司 试图备 他们仍然做了很多试图 试图 例如,我们遇见一些装衣服 在这些装衣服 很重 这些装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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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也会害怕 这些装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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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类科技处于萌芽阶段 工会表示 目前采纳创新科技方案的 还是以大型建筑商居多 但相信随着科技 越来越成熟稳定 中小型建筑商 也将跟上这股趋势 电动车越来越普及 不过装有充电站的停车位 却是一味难求 本地科技公司为电动车用户 推出找车位应用PokeSpace 用户抵达停车场 打开应用 屏幕上就会显示 地图和方向指示 让他们寻找 并预定电动车位 公司的目标 是在接下来5年 达到30万停车次数 目前还在和多个商业伙伴 洽谈合作事宜 会协助龙芒人士 接收讯息 并和他人沟通 有3D打印科技公司 制作了手语机械手 在没有人协助翻译的情况下 机械手能够通过美式手语 把单词拼写出来 让龙芒人士通过触摸 获取信息 机械手目前在适用阶段 目标是未来成为 龙芒人士的智慧手语助理 一本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漫画诞生了 这本114页的漫画书 图像都由人工智能技术创作出 水准可避美漫画家的作品 目前市面上的人工智能图像作品 很多时候会出现莫名瑕疵 但是这个漫画生成器 却可以根据故事内容 呈现精准的漫画图案 有漫画家认为 这将颠覆行业运作 威胁他们的升级 东南亚首座迪士尼乐园 落户马来西亚马六甲的消息 遭网友大肆讨论 众说纷纭 是的 消息是由马国媒体传出的 那指马六甲州旅游文化及遗产事务委员会主席 默哈默·赛拉尼他透露 当地将在2027年迎来迪士尼乐园和迪士尼城 报道中还公布了一些发展的细节 也就包括园区将占地80.9公顷 耗资20亿马币来打造等等 由于西方媒体对这项宣布置字未提 记者会上也不见迪士尼的代表 消息在一天内就遭到了质疑 那么有CNN记者也发推文说 联络上了迪士尼公司 那么根据了解 迪士尼并没有这样的计划 迪士尼还未出面正式的澄清 但默哈默在拉尼搜寻时表示 这是一场误会 有关当局明天将发出声明 特斯拉总裁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 就风波不办 他最近公开在推特上 解雇了批评他的两名工程师 其中一人日前转发了 马斯克的一则推文 并表示马斯克对推特应用的 一个技术部分的了解是错误的 那马斯克也立即的回应 反问推特在安卓系统上操作缓慢 对方做了什么来解决呢 马斯克不久后便通过推特宣布 这名工程师已遭解雇 事件引起了网民的热议 有的人认为他的做法不人道 但是也有的人力挺他 表示要改革就必须打刀阔斧 今天的事成有约就播到这儿 欢迎浏览巴世界新闻网 以及新闻深呼吸的Facebook页面 收看网络视频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